我预告我们会设置这些东西 旅行一诊时的承诺 大一往往整来到照顾户家中 七岁的小耶稣看到镜头在拍摄笑得开心 但明显可以感觉到他的四肢相当僵硬 出生的时候脑性麻痹 这个脑性麻痹看他的饥饿张力非常明显 小朋友看着他这样子 尤其他是智商了解是正常的 他只是没办法沟通 尸体没办法动作 但是就被拘禁禁锢的一个灵魂 小耶稣出生时 却有先天的肠胃方面疾病 毕竟多次手术 中间一度脑部缺氧长达20分钟 才导致现在这个状况 细心的把牛奶加热 有时候还要加入打碎的饼干或青菜 小耶稣只能靠餵造口禁食 全天都需要有人照顧 家中只靠爸爸一人赚钱 其实经济压力不小 小耶稣的爸爸一个月 只赚一千五百pizzle左右 光是奶粉钱 每个月就要花超过五百 常常入不敷出 此季发放及时给予的物资帮助 让他好深感谢 全部都用来买小耶稣的药物和日常用品 小耶稣的爸妈 愿望是孩子可以健康上学 这也许对许多人来说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 但却成了他们最大的奢求 志工的探访 希望能为这家人 带来一丝坚强悍信心